月儿 我进来了 月儿 别过来 你怎么突然进来了 是我唐突了 刚刚一直清幻无人应答 还以为没人 就算没人 你也不能随便进入我的房间啊 这间房是不是有两张床 只隔这一道门 是啊 怎么了 意思 是他们特意为我们准备了同一间房 什么 这怎么行呢 他们怎么办事的 就算是同居一室 我也不会对你做出任何不君子之事 我知道你不会 但是这样传出去 别人都会误会的 月儿 从前 你可从不受这些俗里所据 也曾被悠悠众口称为顽固 却从不在意 如今怎么反倒 怕惹来误会 你怕的 究竟是何人的误会 没有何人 没有就好 没有就好 月儿 我这些年来拼杀谋夺 所谋无非是一个将来 而我叶天忆的将来 必须有你 无论你愿不愿意 三殿下不觉得自己这样 太过于霸道了吗 我一直是这样的人呢 认定要走的路 再险也不会半途而飞 认定的人 更是绝不可能轻言放手 况且 月儿 你忘了吗 我们早已护许终身了 我真的记不起来了 也不想执着于那些缥缈的往事 记不起来 月儿 你扪心自问 你的记忆 真的还没有恢复吗 坟前祭拜时的真心化 我都听见了 原来 你是半点心扉 也不肯向我敞路啊 你跟踪我 若非如此 又怎么能证明 你一直在骗我 你们听 这花瓶都被摔碎了 这要是叫人 我们怎么敢进去呢 说不定是郡主跟殿下感情好 是在打闹呢 我看啊 就是在打尽骂俏呢 那就更不好进去了 你看 有人比你更急 没错 不过我确实已经恢复了所有的记忆 包括我们曾经发生的一切 是 我记得 你是我昔日 最亲近 最信赖的知己 月儿 我何止是你的知己啊 月儿 你曾经说过 只有在我身边 才能感觉到安全 和心安 甚至为了跟我在一起 你不惜毁坏自己的名誉 也要让太子退婚 那日你送我远行 让我早日回来 你说你会一直等我 这些话也一直都在我心里 一刻也不敢忘 所以 我才拼了命也要赶回天上 赶回到你身边 我确实说过这些话 可如今 记得便好 如今 我们只需要从头开始 没有其他人 只有你和我